臺北市政府花大錢 赤資一點八億 在志強隧道所做的美化工程 設立了五個馬賽克的燈箱 但問題是燈箱突出了三十公分 邊緣又尖又刺 汽車騎士如果一個不小心 就會撞到 開進自強隧道 臺北市政府赤資一點八億 做了好幾盞燈 還做了馬賽克壁畫 看似很藝術 但其實危險的很 馬賽克燈箱又凸又刺 機車騎士一個不小心就會撞到 他凸出來有將近三十公分 這三十公分的距離 民眾也跟我們投書反應 也就是說機車經過的時候 為了要閃避 都必須要閃到快車道 很可能發生意外 那就代表臺北市政府 在整個工程設計 他的一個草率 他的一個出招 突出的部分 沒有考慮得很周全 那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部分我們預計兩個禮拜內 就可以把這個燈光的部分 LED燈光的部分把它做完 不要就是隨便做一做 就這樣就交差 等沒有多久下一任又再做一次 因為買一酒也是做一次 也花很多錢 等到好人兵又做一次 這樣國家的錢 好像是刷牙卡一直開 一直花一直花 花不完這樣 要做就一次給他做好 除了自強隧道 惹民怨的還有附近這條新建道路 市府花2400萬 做好半年多 卻遲遲沒通車 因為這條路擋住附近40多戶居民出入 如今市府還得再多花1000萬 做條斜坡道給居民過 議員批評市府施工不用心 沒事先規劃好 如今還得再多花錢收尾 這讓又要繳稅的老百姓看了 真不是滋味 民視新聞 我是郭生君 Table